剛才我們既然提到了定義的概念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定義的概念 再把它仔細的來觀察一下 因為往後你看到的一些實意上的問題 有時候是這個問題的本身 就能夠很清楚的看出它自變數的範圍 好這個是原來就定義好的 但是也有一些情況是 我今天找出這個關係的時候 這個S本身的就是我們的自變數的這個範圍 可能你要花一點時間仔細的思考跟定義 好必須要先找出這個函數的那個範圍 到底一開始定義的自變數的範圍在哪 好所以我們因為會有這種可能不同的 實際上用到的情況 所以我們還是把這個定義的一些概念 講得比較仔細一點 所以我們剛剛一開始說這個函數呢 它是一種對應關係 那你可能往後很常看到的符號是長這樣 那什麼叫做R映射到R 這個箭頭代表是一個映射的意思 好R映射到R 這個R我們之前講過它是所有時數所形成的集合 那當我這樣寫的時候代表 我這個函數的關係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現在這個函數呢 是從R出發 好這個R是指第一個R R出發 那我這個R呢就是裡面所有的元素 好我們講集合就會有元素嘛 所有的元素都可以對應到 後面這個R裡面的一些元素 它的意思是這樣 好所以當我這樣寫的時候代表就是 這個R裡面所有的元素指的是所有的喔 都可以對應到這個R就是後面的這個R 裡面的一些元素 好我指的不是全部元素 我指的是一些元素 好所以它對應出來可能就像這樣 好我們現在可能就假設它有一些 它的一些點 然後這個可能對過去好對到它 然後這個對過去對到它 然後對過來是在同一個點 好有可能是這樣子 OK它對應關係是像這樣 好所以正因為有一些點 它可能是像這樣 就是兩個點對到一個點 甚至是更多點去對到一個點 所以我才說 在這樣的對應關係情況之下 這個R裡面所有的元素 都必須要能夠找到對應的點 但是這個R裡面 會被對應的點可能就只是部分 它並不是全部 好那像這樣的一個映射關係 我們就叫做函數 所以函數指的是像這樣的一個映射關係 那在這裡我們得到的一些觀念就是 第一個 這個S所有映射能夠映射出去 所造成的這個集合 那就叫做定義域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S的範圍 因為這個S的範圍必須是 所有的點都要能夠對出去 好這個才叫做定義域 形成的集合才叫定義域 那這個對出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可能啊 我所有的這個R對出去的點 它只有在另外一個集合的一部分 好我們現在改成這樣寫 我現在如果考慮我們現在A F5是從A這個集合 映射到B這個集合好了 我們現在考慮AB兩個集合 好那我們說這個叫做A集合 這個叫做B集合 好那我們剛剛不是說這個映射關係 就是你現在這個A呢 叫做我們的定義域 裡面所有的元素都要能夠對到B裡面去 對不對 所有的元素都要能夠對過去喔 所以呢你對過去之後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當我把這個集合 整個集合印過去 把這個整個集合印過去的時候 它可能只印到 這一個B集合裡面的一個小部分 那這個小部分呢 我們假設叫做C 好假設我們現在整個集合印過去 實際上就只有這個部分 好假設這個部分我們叫做C 我們這樣畫好了 就是印過去 一般來說是這樣畫 好這我們叫做C好了 好它其實可能所有的點啊 對過去就只有在C當中 所以這個點對過去在裡面 然後這個點對過去也在裡面 好類似像這樣 就是你不管怎麼對 它就是在這個C裡面 好所以它印射過去所有的集合就是跑到C裡面去 好那這個A叫定義 那這個B呢 當我們這樣寫出來的時候 所以這個寫法是告訴你說 B並不是整個被對到 那B有時候是一個比較粗淺的一個範圍 所以這個B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做對應域 但是你要注意就是對應域並不是說的點都會被對到 好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再來我們這邊說的直域是什麼 因為我現在確實把這個A印射過去的 對應到的點都只有落在C當中 也就是說這個C當中所有的點 都是從A印射過去對應到的點 那所以這個C呢我們就取個名字叫做直域 它是真正在這個函數對應關係當中被對應到的點所形成的集合 所以我們叫做直域 好一個直域不用加S我們就叫做直域 好所以呢這個直域如果以這個題目來說就是C 而且這個C我們往往也可以這樣表示 我們就是說它叫做F of A 我們把整個A印射過去 經由這個A就是這個F印射過去的然後這個集合就叫做直域 好我們叫做Range OK 那這個叫做定義域叫Domain 所以這個往後你們在維基分課本裡面都會看到這些名詞 那就要知道它的意思 所以直域是實際上有被對應到的情況叫做直域 所以當你函數寫成這樣這個就是一個這個B就是一個出淺的寫法 這個出淺的寫法就是我們這邊所講到的對應域 OK 好所以呢我們現在關心哪些問題呢 我們現在因為多了一些新的名詞 所以我們開始要去關心這個函數它的定義會是什麼情況 然後這個函數對應過去的值它會落在哪一個區間 好這個區間它代表又有什麼樣的特性 好這個都是我們往後再實際利用函數找一些生活上的例子 或是建立一些模型會去關心的事情 好所以接下來呢我們就舉幾個例子來找 它的定義或者是直域 但是同學可能要知道一點就是這個定義跟直域 好通常這個直域有時候可能不是那麼容易找 可能還要需要一些其他的方法 但不管我們現在目前就先用一些簡單的例子 常用的例子來看看這個定義跟直域 我們是怎麼去做觀察的 好所以我們接下來就看兩個例子